芬太尼是一種強效合成鴉片類藥物 其效力比媽啡強50-100倍 僅僅原不沾上的微量就足以致死普通美國人 全國藥物供應中已滲入美國最常見的藥物過量致死原因 它經常與海洛因和甲基安非他命等藥物混合 用於製造假藥,並無充真實處方藥 實驗室檢測顯示,藥茶獲的藥院中 每10粒中有7粒含有致命劑量2023年 執法部門以茶獲超過15 billion公共衛生官員警告說 從社群媒體上購買或從非藥房來源獲得的任何藥物 即使只使用一次,也可能是致命的 這些假藥與真品幾乎無異 即使訓練有數的科學家也難以辨認 社區應如何應對? 基於證據的策略包括擴大納落酮的分配 已扭轉鴉片類藥物過量,並加強過量預防教育 因鴉片類藥物過量而導致呼吸減慢 納落酮可以迅速恢復 任何人都可以攜帶納落酮,並在發現藥物過量情況時使用 有可能挽救生命 納落酮可在當地藥房櫃桌或透過當地項目購買 承認者還可以獲得基於證據的治療 包括承認治療藥物和行為療法 翻譯 Profess松 北京 Talen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